中紀委借殼大使館海外偷執法 中共體育反腐在抓人 十餘大佬接連被查 中共核潛艇南海巡邏配導彈可以打到美國 各位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5日在加州會見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北京時間4月5日 中共福建省海事局突然在微信公眾號宣布 當天啟動臺灣海峽中北部聯合巡航巡查行動 還配上一幅包括整個臺灣島的臺灣海峽地圖 和一張大型海監船的照片 中共央視新媒體《預冤談天》 也在社交媒體上以獨家報導的形式 刊登了這條一句話的新聞 中共沒有解讀實施這一行動的目的 也沒有說明聯合巡航巡查是否有中共海軍的參與 但是外界認為這是針對麥卡錫與蔡英文的會面而來 麥卡錫辦公室4月3號正式宣布 麥卡錫將和多位兩黨議員一起 4月5號在加州的洛杉磯里根圖書館與蔡英文會面 這也是麥卡錫首次正式確認與蔡英文會面的時間和地點 中共此前對蔡英文過境美國 並且可能和麥卡錫會面表示堅決反對 並且警告說如果他們會面 中方將採取措施堅決回擊 不過臺灣的軍事專家認為 中共以海事部門來宣布所謂的聯合巡航巡查的專項行動 只是做姿態的政治反應而不是啟動軍事對峙 但是後續的發展仍需觀察 美西時間4月4號晚間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抵達洛杉磯 5號將在這裡與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面 和之前過境紐約時一樣 她在下榻的酒店外分別有歡迎和抗議的人群 歡迎的人群中有許多台僑 也有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異議人士 而這些抗議者則都是首舉中共五星旗的大陸僑民 臺灣自由時報報導說現場抗議的大陸僑民 都是被中共領館花錢雇來的走路工 報導引述臺美安全單位掌握的情資說 由於中方認為日前蔡英文過境紐約時 動員大陸僑民的抗議效果不好 甚至以每人200美元雇傭走路工的信息都被披露 因此中共駐美大使館要求洛杉磯總領事 在5號蔡英文與麥卡錫會晤時 務必要做出聲勢 以便有效干擾在里根圖書館進行的會面 洛杉磯總領事因此提高價碼 以每人400美元的費用 雇用當地的大陸僑民前往 根據臺美安全單位掌握的情資 這場抗議行動由中共駐洛杉磯總領館 副領事李春林規劃 抗議團隊的主要成員 則由當地的華僑團體與大洛杉磯地區的 親共幫派分子組成 接著帶您收看今天的時事進門 中共以反腐之名動用司法系統 恐嚇綁架異議人士回國的做法早已經被外界熟知 日前又有美國媒體爆料 中共的最高反腐機構中紀委正在往海外的大使館派駐人員 並以國家監察委政府公職身份活動 試圖讓非法手段合法化 《華爾街日報》3月30號的報導 引述據知情人士披露 中共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 和其他負責處理腐敗問題的部門 已經開始往一些海外中共大使館派駐人員 試圖和當地政府協調執法事宜 這些人將主要駐紮在中共官員 可能藏匿大量非法資金的國家 如G20成員國 中紀委今年以承諾會加大跨境反腐力度 特別是在一帶一路項目的參與國 包括G20成員國 這些駐外中共紀委官員 將有哪些具體活動還不得而知 但知情人士透露 為符合外交慣例 他們會披上政府機構的外衣 比如國家監察委官員身份活動 國家監察委和中紀委實際是兩塊牌子 一套人馬 也就是同一組人員同時擔任黨的 中紀委和政府的監察委官員 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李登科表示 這是中共試圖繞開常規國際執法合作管道的做法 人權組織保護衛士的活動主管哈特認為 中共派中紀委官員到大使館作為執法聯絡員 試圖合法化在國外的非法機構 保護衛士去年1月發布報告 列舉了眾多案例 指責中共打著反腐的幌子 綁架和恐嚇居住在澳洲等國的意見人士 和他們的家人 國際執法行動通常涉及政府間的正式合作和援助請求 但中共沒有獨立的司法體系 無法和美國等大國達成引渡協議 也難以獲得西方政府的協作 之前中共海外反腐主要通過公安部的 列弧和天網行動來進行 北京聲稱 在習近平頭兩個任期內 已從海外追回嫌犯近1萬700人 其中包括百名洪通人員中的60多人 前中共外交官陳用霖介紹 中共慣用的手法是利用經濟和地緣政治影響力 向外國政府特別是小國施壓 去年中共被曝光在全球50多個國家秘密設立上百個海外警察站 跨國抓捕異議人士 在國際社會掀起軒然大波 眾多國家已經展開調查 甚至直接關閉這些海外警察站 保護衛士呼籲各國政府調查中共侵犯他國司法主權的做法 終止所有司法合作協議 以阻止更多的人權迫害事件發生 中國體壇震盪 中國賽艇協會原主席劉艾吉和體育總局副局長杜兆財等 十多名體壇大佬接連被查 還有眾多俱樂部官員、球員相繼出事 中共中央紀委監委網站4月4號通報 中國賽艇協會、中國批花艇協會原主席劉艾吉 目前正接受調查 劉艾吉之前中共副部及幹部 體育總局副局長杜兆財1號被查 據報自去年11月26日 中國男族國家隊總教練李鐵被查後 反腐風暴蔓延到整個體育界 包括劉毅、陳永亮、陳徐元、王小平、黃松、于洪辰、董征、杜兆財等 10多位體壇大佬相繼落馬 還有一些俱樂部官員、球員相繼被抓 搜狐網2號稱 警方分別在上海、遼寧、新疆多地帶走80人 包括金靜道、張震強、朱建榮、孫士林、秦升等球員代表 還有很多人涉及假球、賭球代查 但也有漏網之餘 提前知道消息後已連夜跑路 前乒乓奧運冠軍張继科、乒乓球名將蔡振華等人目前也陷入留言中 分析人士說 一黨專制下不能說被抓的人都有問題 也不能說沒被抓的人就沒問題 評論指出 在中共舉國體制下 中國體育已淪為利益集團追求政績、謀求私利的工具 從球員至裁判、經紀人、體總高層都有腐敗分子 加拿大籃球教練菊斌說 整個體育界爛透了 暗箱操作非常厲害 沒有一個項目是乾淨的 所有人都在撈名撈利 如果深挖 一個也跑不掉 體育是最容易撈錢的 因為這裡邊有個保險啊 贊助商啊 比方說一個俱樂部 他有贊助 他有廣告 這裡邊互相之間利益上的分配和勾兌的問題 這些錢不是小錢 幾百萬都是小事兒 到幾千萬 大家都分裂被跟中國賭球也很厲害 菊斌說 他國內的一個朋友買下一個俱樂部 一晚上的賭資就可以買下一個球隊 而且中國球員的薪水也極高 陸媒2019年稱 男組主帥年薪三億 球員年薪千萬 目前中國體壇大地震遠未停歇 中共巡視組組長李希三月底要求 對體育總局開展巡視 深入查找解決體育領域腐敗和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 菊斌指出 整個體育系統整治幾十年了 人員不斷更換 但賭球 黑哨 甲球一直存在 舉國體制不變 哪一項體育也搞不上去 再好的球員也都會被埋葬掉 中共核潛艇南海巡邏 配導彈可以打到美國 接著關注 中共最近部署了6艘進擊彈道導彈潛艇 在南海水域巡邏 路透社報導說 這些潛艇配備了一種新型的 巨浪三型彈道導彈 射程可以覆蓋美國本土 不過 專家認為 雖然中共的 巨浪三型導彈讓美國有所忌憚 但是精準度如何 目前還是問號 路透社4月4日引述軍事參戰前潛艇人員 和安全分析人士說法 中共新的巡航意味著許多領域的改進 包括後勤 指揮和控制以及武器 他們還展示了中共如何開始 以與美國 俄羅斯 英國和法國 幾十年來幾乎相同的方式操作彈道導彈潛艇 這個導彈它本身是裝載系統 它本身可以搭載多枚的核子武器 換言之 它一個導彈出去 它可能會有超過八枚以上的核子彈頭 可以同時的在這個導彈上所部署 所以的殺傷力跟影響力會更為強大 這個飛彈呢 其實是一個新的艘船飛彈隊 它可以打到美國 可是最主要的是這種飛彈 因為是核子的 通常核武你是用來是說 保護自己不收到核武的攻擊 所以任何國家要用核武的時候 都要想一想 如果它要先用核武 它自己也會受到核武的攻擊 分析認為 雖然中共的巨浪三型 會讓美國有所忌憚 不過巨浪三型的投射能力到底有多高 精準度有多少 目前還是一個問號 其實要打上很大的折扣 那包括0940B它的潛行的效果 還有它搭在巨浪三之後 投射的能力到底完不完整 其實全部都還是問號 從海裡面潛射 那個跟從路面上 那是完全不同的技術 所以到底有多成熟的技術 畢竟中國它還在 這是第一批中國有搭載這樣子能力的武器 那不像美國已經搭載了上40年的這麼成熟 前美國國防部官員胡振東表示 潛艇配備巨浪三型彈道導彈 號稱射程可達1萬兩公里 然而美國早在1960年 就已經擁有洲際彈道飛彈 射程可達到中國和俄國 發射這種飛彈的 美國的歐哈歐有18艘 然後金每一艘可以裝12個飛彈 每個飛彈上面可以裝3個彈頭 那歐哈歐的18艘 每個船上面可以放20個飛彈 然後每個飛彈上面可以放12個彈頭 所以呢 這就不必比了 美國不會常常講這個東西 事實上這也是 不是一個很好的比較 因為用核子武器兩邊都輸 沒有贏家 用核子武器的話沒有人贏 全世界就完蛋了 美軍之所以強大 也就是在於說 它有大量的在水面下的這種潛艦 它的潛艦全部都是核動力潛艦 是可以全年移輸的在水面下 你不知道它在哪裡 來於去無中的潛艇的過程當中 它又搭載著大量的這個 所謂的核子彈頭 所以你不敢輕舉妄動 因為你就算摧毀了它路面的設施 你只有可能立刻被它的這個在水面下的潛艦 所發射出來的這個核導彈給暫時 中共軍方宣布3月24日開始 於南海舉辦為期38天的軍演 禁止船隻駛入 有鑒於美飛聯合軍演的時間剛好就是4月11日至28日 也是和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訪美的時間重疊 引發外界關注 很多人會以為說 為反制中共在南海及台海擴張勢力威脅 最近美軍在菲律賓又增加4座相關基地 提高區域戰備水平 菲律賓政府30公佈 可供美軍使用的4處新據點 其中1處距臺灣僅約400公里 你會看到說美軍大量的傾斜 投入在亞太地區的力量來圍堵中國 那當然中國他當然想要展現 他在海軍上面的實力 所以包括在南海上面的巡役 包括這個巡役當中納入了進擊的 這個091的航母 然後再搭載了巨浪山 在當中做相關的演練 那這些東西我覺得更多是 像美菲甚至像美日秀肌肉 或者是這種真正相對的一種態勢 那蔡英文綁美軍是其中的一小環 而並不是真正的一個重點 評論認為中共要展現的是 它有這種核反擊能力 可以跟美國叫板 好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浙江民主黨人徐光被控尋釁滋事罪一案 4月3號在杭州市西湖區法院開庭 徐光的妻子被以證人為由不允許旁聽 杭州維權人士李青得以進入法庭旁聽 但後來也被法官命令法警帶離 庭審中兩名辯護律師為徐光做了無罪辯護 法官沒有當庭宣判 福州殘障維權人士梁白端 兩年前被當地派出所警察任小丹無故暴力毆打 一直沒有得到公正處理 3月31號 梁白端前往復聯求助 但被保安阻擋 不能進入 4月1號 他將求助信郵寄給復聯 要求復聯敦促公安局追究任小丹的刑事責任 福建維權人士梁兆興因長期上訪 屢遭當局打壓 被勞教 判刑 限制人身自由 4月3號 他到福建省高院申訴 但接待人員只看了一眼登記表 就叫他離開 投訴無門的他 氣得在法院大廳舉白紙抗議 四川省成都市法輪功學員屈興 因在送外賣時 黏貼了法輪功講述真相的不甘焦 今年2月15號被當局非法判刑8年 勒索現金3萬元 目前 屈興被關押在成都市看守所受迫害 近期 有多名美國政府官員向媒體表示 不久前被美國擊落的中共高空間諜氣球 有能力監測到美國的軍事基地的敏感情報 並把信號實時傳回北京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4月3日報導 美國兩名現任和一名前任高級官員表示 中共可以控制間諜氣球 讓它反覆飛越美國一些特定的軍事基地 並把收集到的情報實時傳回北京 他們說 如果不是美國政府努力將潛在的情報收集目標移開 並阻礙氣球接收電子信號 中共可能已經收集到更多敏感情報 雖然美國白宮和國防部都表示無法證實有關消息 但臺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戰略與資源所所長蘇紫雲認為 這三名官員的說法很可信 會給在中國大陸的基地去做解析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也報導了有關消息 知情人士表示 美國至今仍無法確定 中共通過遙控裝置實時接收情報後 是否可以將數據立即抹去 如果可以 中共氣球是否收集到了一些情報 傳回北京而美國卻不知情 不過知情人士說 美國情報界並不是太擔心 中共氣球能夠收集到的情報 美國國防部在2月表示 比起中共通過低軌衛星收集的情報 這個氣球收集的情報只有有限的附加價值 4月3日 國防部發言人重申了這一說法 我想美國國防部的說法應該是說 它認為這一次的間諜活動 對美軍的直接影響是比較小的 沒有立即的威脅 但是無論如何 那裡面的技術 還沒有跟威脅層次如何是一個事情 但是這個氣球最重要就是侵犯美國的領空 而且是明顯的間諜行動 官員們表示 中共收集的情報內容 並不是影像 而是電子信號 這些信號可以從武器系統中獲取 或是來自基地人員的通信 就是說它收集到這些軍用通訊的這些訊號 就是它可以跟在海外美軍所操作的各種設備做個比對 那這個資料庫的這種累積 對於中國後續在做電子戰的時候是非常有幫助的 美方2月初用導彈將氣球擊落後 中共多次宣稱氣球是民用無人飛船 意外偏離軌道 批評美國反應過度 但面對NBC多次詢問 中共卻無法說出該氣球隸屬哪家公司 部門或組織 中共你說它是個民用飛船 那你告訴我 你是你們哪個部門 哪個公司所擁有的 中共都回答不出來這些問題 美國是有物證在手 中共事實上 它狡辯也是很難 變得過去的 它有一個死不破壞的開水趟 那如果是民軍的公司 應該很快就會跳出來說 是他們釋放的 那釋放的目的是什麼 失誤原因是什麼 它不回答 那個行為就等於是默认的 拜登政府官員此前指出 氣球有能力收集信號情報 配備自我毀滅裝置 可由中共遠端遙控啟動 但該自我毀滅裝置並未啟用 原因至今不明 據CNN報導 美國聯邦調查局目前已經弄清氣球及其附屬裝置的工作原理 包括氣球使用的軟件 如何充電和氣球整體的設計 蘇紫雲表示 間諜氣球事件會成為美中關係的重要轉折點 華盛頓認為 中共的軍事行動是侵略性的 這對美國政軍界的影響遠大於中共收集有限情報的影響 山東墓地管理人員表示 三年疫情中 實際上死的人數太多 他聲明退出中共組織保平安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三退聲明精選 山東省林怡市的朱焕城說 我曾經是紅衛兵 也加入過共產黨的黨團隊 管轄著一片片墓地 所以知道三年疫情中 實際上死的人太多了 就包括現在 死亡人數也遠超平時 看明白了共產黨的撒謊騙人 清明將近 看著墳地裡來來往往的男女老少 很是感慨 聽說需要三退才能保平安 而今我要四退避大難 退出紅衛兵 共產黨 共青團和少先隊 楚世坤等120人說 中共的恐懼已到了風聲鶴唳 草木皆兵的程度 高層官員要提防 軍隊官兵要防 退役官兵要打壓判刑 知識分子 工人 農民要監控 人人都成了敵人 這個黨還有任何出路嗎 距離滅亡還會遠嗎 我們退出黨團隊 離它遠遠的 好的 觀眾朋友們 我們這期的中國禁聞 就為您播送到這裡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 再會